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由朱炳仁建坊的 作为中国唯一的铜雕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为家乡建造了雷锋塔 灵饮寺铜殿 香吉寺等十大经典铜建筑 我们对这条线路的探访 就从西湖边这艘独特的游船开始 像这个挂路用铜的 这个柱子也是铜的 这艘船叫农民 还有那个叫凤银 龙凤船是中国第一队铜画坊 内外都是由铜来装饰的 是朱炳仁的得意之作 这艘龙船是以当年 乾隆游溪湖的故事为主题而设计的 无论是船头栩栩如生的雕龙 还是仓内乾隆游溪湖的壁画 所有的同事都是由纯手工打造而成 滑贵而不是质朴 泛舟湖上 游客们不仅能一览乾隆皇帝曾盛赞过的西湖美景 还可以看到朱炳仁为杭州所建造的新景观 中国的青铜文化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 古人在创造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的同时 也尝试用铜来制作建筑构建 但是由于造价昂贵工艺复杂 在古代只有皇室才有实力建造铜建筑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铜建筑非常少 流传至今最著名的也只有明清四大铜殿 分别是位于湖北武当山 山西武台山 昆明明凤山和北京颐和园的铜殿 而朱炳仁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不仅在杭州打造了十大铜建筑 还陆续在全国各地建造了 峨眉山金顶铜变 桂林铜塔等数十座建筑 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这也正是跟朱炳仁游杭州这条旅游线路的游览 其中位于西湖边河方街的江南铜屋 更是不能不看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青铜铭具 也是朱炳仁亲其所有 精心打造的一座铜雕艺术博物馆 你看前面的门灯 其实看看很不起眼的门灯 它其实是中国第一对铜的门灯 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铜的门灯 精致的天井 二层小楼 无不充满着典雅秀美的江南风韵 但是与普通民居不同的是 这里是一个铜的世界 其实你眼睛看它都是铜 就是上面的铜瓦 铜柱 铜梁 铜门窗 铜的斗拱 这些青色的铜瓦片和泥瓦相比 几乎是以假乱真 细看之下才会发现 它们闪烁着金属所特有的光泽 江南铜屋占地面积三千平方米 整座建筑是仿照明清时期典型的江南民居风格而建的 这座铜屋不仅再现了当年江南大宅精美雅致的建筑风貌 更令人称奇的是 除了立面墙和地面以外 都是由铜来装饰的 就连其中的家具也是著名人用铜精心打造的 这套铜桌椅共有九件 总重量达1.2吨 虽然看起来简洁质朴 但是每一个细节之处 其实都包含着多种复杂的传统工艺 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喜欢在这里坐一坐 感受一下铜所独有的质感 经常被人触碰的地方已经泛出金色的光泽 虽然这些家具堪称是艺术品价值不菲 但是著名人并不担心游客们的亲密接触会对它造成损害 他很高兴看到人们在这座铜屋里 随意地抚摸每一扇门窗 每一件展品 充分感受铜的魅力 它也在铜屋的每一个角落 都尽可能地展现出它对铜的理解 这个屋顶也是精雕细枣的 你看一层层的这个斗拱啊 最终还有一条龙 这个造景其实也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的 这个宫殿的这些造景来做的 精心铸造的龙形象逼真 手工雕刻的花纹精美细腻 在凭借铜本身所呈现的金色 这个屋顶可谓是金碧辉煌 气势磅礴 看成铜雕的经典之作 由于全是由纯铜打造的 仅这样一个屋顶就耗铜三吨半 这不仅需要娴熟的铜雕技艺 在建筑工艺上也是一个难题 铜有很多重量 混凝土上面把它层中做好它 所以它互相自己结构的痕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由于是中国当代铜建筑的先行者 历史上可借鉴的经验也少得可怜 朱炳仁在建造这座铜屋的时候 各种施工和工艺难题 全要靠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县村最古老 工艺最精湛的铜建筑 武当山金顶铜垫 面积只有二十多平方米 却是明朝皇帝朱棣 举全国之力才建造完成的 而朱炳仁却凭借一己之力 建造了这座三千平方米的铜屋 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期工程大概画了六十五吨铜 当时这个铜也是很贵的 大概要八万多块一吨的铜 2005年朱炳仁决定 开始建造这座铜屋 但是就在那一年 铜的价格却涨幅惊人 从每吨两万元 一下飙升到八万元 很多人都劝他等等再说 但是他却急切地 想实现自己这个多年的心愿 这个建筑呢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 他能够有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文化 尤其是铜屋全国还是没有 按照朱炳仁的想法 铜屋建成之后将对外免费开放 不但没有收入 还需要大量的维护费用 家里人都认为 这几间房子 地处杭州的黄金地段 如果租给别人做商铺 可以收很高的租金 全部用来建造铜屋 非常可惜 这么好的室口上面 哪一个500平方的 已经足以可以来做这个展示了 但我爸爸还是坚持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比较困难 从这个困难是在 这个资金的这个筹策上 比较困难 当然也有一些想法 一些争论 在建造江南铜屋之前 朱炳仁已经在全国各地 建造了很多铜建筑 但都是为别人而建的 他希望能拥有一座 属于自己的铜建筑 一件独一无二的传世之作 这座建筑不仅能够集中展现 中国数千年的铜文化 也将汇聚它在铜雕艺术和建筑上 多年的探索和成就 而要实现这个梦想 不仅需要足够大的空间 更意味着几千万元的巨额投入 当时其实真的是 筹不到那么多钱 就是我把我的房子 和我儿子的房子 全部都去抵押 一向省吃俭用的朱炳仁 说服了家人 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并将家里的房产 都抵押给银行 申请了贷款才得以开工 在施工现场 他凡事亲力亲为 经常自己爬上 三米高的屋顶工作 而那时他已是六十岁的高龄了 2007年 历经两年的建设 江南铜屋终于竣工 这座凝聚了他心血 与精妙工艺的建筑 也被业界称为 中国铜建筑史上的 一座硅宝 如今每年会有 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 观赏这座 世俗罕见的铜建筑 和其中展出的 铜雕艺术精品 参观者无不为之惊叹 他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立为 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 十大传承基地之一 如今江南铜屋 是著名人最为骄傲的 代表性作品 然而真正是他 名扬天下的 却是一座塔 那就是杭州的 地标性建筑 雷锋塔 人们在这里 赏西湖美景 津津乐道于 白娘子的爱情故事 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 这其实是一座 难得一见的铜塔 这个就是铜的 这个上面都是流青的 包括上面的铜瓦 都是铜的 飞檐一脚下挂着铜制的风铃 铜柱既仿似木料 又具有木料男友的光泽 铜的运用 使这座塔在浑厚古朴中 增添了秀丽和心意 在倒塌78年之后 雷锋塔的重建 不仅恢复了雷锋西照的壮丽景观 也成为中国现代铜建筑史上的 一件代表性作品 但是这座现在备受赞誉的铜塔 在建设之初 也曾经饱受争议 因为杭州也是海洋性气候比较浓的 他说用泥瓦的话 可能花一百万能够保一千年 但是你如果是用铜瓦的话 一千万 但是能不能保一百年 这很难说 传统的建筑中 大多是砖木结构 而要建议做铜塔 大家都是闻所未闻 铜是否耐腐蚀 是否坚固 专家们纷纷提出了质疑 在此之前 朱炳仁虽然已经在桂林 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铜塔 但是面对如此令人瞩目的 雷锋塔的重建 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来 委托那个学校做防腐蚀的那些实验 最后得出的结论 我认为这个很了不起 他得出的结论是 铜在自然界一千年才腐蚀一个毫米 第二个就是说 铜在整个建筑史上的一个代表性 当时他说 中国有四千两百多座塔 如果雷锋塔还是按照常规的 木头和泥瓦的这样做 无非就是四千两百分之一 如果我们用铜来做 它就是比较有唯一性 朱炳仁认为 正是因为雷锋塔 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影响力 重建的雷锋塔 不应该是一个假古董 而应该是一件艺术精品 一座传世之塔 塔下决心向传统发起挑战 一定要拿出一部经典之作 他又建一座彩色的铜塔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综合运用了多门学科的工艺 发明了多项全新的技术 其中取得国家专利的技术 就有五项 青色的瓦 金色的雕花 富贵红的斗篝 朱炳仁使它成为一件 瑰丽的艺术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